绿油油的一片草地 香浓又可口的饼干味道扶鼻而来 往昔一所的烘焙教室看过去 一群戴口罩和发帽的烘焙师 正在进行手作饼干包装出货 这里是来自美国的孙礼连轩教室 为了深耕社会救助上的工作 在台湾创立的第一建社府机构 基督教芥菜总会 同时也为了延续 为社区需要者 创造就业机会的补理念 设立习医所透过习德 帮助需要者学习一技之长 基督教总会在1952年成立的时候 孙礼连轩教室 它用一个理念就是 哪里有需要帮助我们往哪里去 那我们现在是延伸成 哪里有需要帮助我们往哪里去 习医所在1963年成立的同时 也是因着我们看见这块土地 有许多需要被帮助的原住民 那么我们就用记忆学习的方式 来帮助他们成长 我想基督教总会设立的目的 其实就在这件衣服上面 我们看背后 背后有一个很小的字 很小一行的字 就所谓用助人的方式 传递上帝的爱 所以说这句话 其实基督教总会很重要的 一个使命宗旨 为了实行使命宗旨 尤其0403地震连带影响花莲主体观光业及服务业 借载总会向生计有困难的家庭伸出援手 也为了持续实现让协医所成为学习记忆并产出的场域 这份理念也在0403正后有系统化的展现 其实0403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一个预言 我们也没有能力预言 可是真的让我们这一次 这件事情上面 让我们所有的预备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及时而且有机会这么展现 为什么特别讲说 我们有机会及时这么展现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其实都一直在思考 接下来总会助人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助人方式 其实就沿着了一个主题 叫三福的助人网 三福 所谓的三福助人网 是以福音 福助和福利为核心 对于受到症灾影响生活困难的家庭 洗衣所从三福核心出发关切 并给予时职的帮助 其实灾民最需要是在生活上 得到一个失职的收入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在家总会的洗衣所这里 或者是在我们所服侍的社工的案家 他们服务的内容 都需要很多的人力来支援 特别在这个症灾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想到 是不是可以用以公代政的方式 所谓以公代政 其实以公代政这个四个字 其实政府单位用了用意 可是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 把那个代替的代 把它改成带来的代 然后政是改成提手旁的政 所以透过这个过程 让它能够振兴起来 所以它只是一个 我们在整个三福助人网里面的 一个理念的过程 那只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放到这一次的这个理念 那当然这个理念 我必须说 假如没有洗衣所 我们也办不到 洗衣所占地面积约五公顷 当初设置 从原住民的既值培育 到致力原住民 长者和社区需要者培力 成为创造工作机会的场域 同时它也提供无家可归的 震后灾民 一个暂时安稳居住的需求 原先居住在花莲市区的新宇 零四零三地震过后 房子被判定主结构受损 而收到红单无法居住 因此一家四口 先占住在洗衣所里 然后因为我们的等级 已经到还蛮严重的 那两个祭司都帮我们说 这个东西可能在地震 可能就会倒塌 那县政府还是 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任何 可以帮我们拆迁的这种动作 对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无奈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家可归的沉重压力 让新宇聊到自己没有家时 难过落泪 但同时他也提到 透过芥菜总会的助人网络 几习一所的以工代正 能让他将生活重心 摆放在烘焙教室的工作上 就是一个技能 对啊 我是觉得多学习 因为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 对啊 因为我们学到的 那什么都带不走啊 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 对 我们现在是要做凤梨蛋黄酥 那这个是凤梨馅 土凤梨馅 是我们花莲在地的 对 先擀瓶 对 先擀瓶 你是新宇第一次做的 对 我都在包装那边 还不熟练 新宇说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烘焙料理的相关产业 在习义所里学到的都是新技能 像是手做土凤梨酥及饼干的出货包装 也让自己逐渐走出地震带给他的无助感 舒缓 当然会是有啦 对啊 就是让我们有那种时间去找房子啊 然后把房子整理一下 对啊 对啊 虽然现在没有房子可是问题还是要活下去 对啊 对啊 除了要活下去 新宇说想要赶快回复原本的生活 这句话对许多灾后家庭来说 都是大家所期盼的 第一步 OK 原本在天祥太鲁阁知名饭店 担任西厨的陈思颖 也是因为地震缘故 留之听心 暂时在习义所担任厨师 我心里是蛮难过的 毕竟这边工作 薪水待遇也不错 然后那边又有住宿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也很喜欢这样 可是因为这样倒了 然后心情很低落 然后我记得我四月中就下来了 我就开始先休息到月底 我又就开始找工作 完全都找不到 因为就是因为地震人潮少 然后很多家饭店都不收 都不收短期了 这样都收长期 然后就导致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又去问别家的 很多家小吃店 他们都只说暑假 不收就是短 就是因为人潮没有来 所以他们收了上班也是没有人 他们也是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就因为江湖所介绍到一边上班 然后我就来这边上班的时候 就觉得有工作做了 我就很开心 然后就想说 就是接近我有工作做 我也想一直带来家这样 基本上让他们进到一个工作场域之后 他们有工作的这个意愿 他们也可以有只私职的收入来帮助他们 因为与其等待外界的资源还不如他实际上能够出来工作 意思就是说我不单单是给你一个工作 我更希望你走出家庭 走出这个灾区 你回到正常的职场 你把你自己在之前的那个生活的态度跟心心带出来 你才有能力继续地往下走 看见明天的信心跟盼望 我来接的时候 我来煮的时候 我想说希望大家能吃到好吃料理 就是我尽量把菜煮得好吃一点 让大家说 让大家说 能吃到很不一样的菜色这样 然后我来这边是 我有能吃到很多这边的阿姨跟那些的员工 还有我那个主管都 他们都蛮好相处的 就蛮喜欢我这样 而且他们都蛮喜欢我煮的菜 然后他们这样讲我会很开心 我很谢谢他们的成长这样 我跟他们说 你们还会 你们后期还会吃到我煮的方菜 所以你们就是 可以来吃就能来吃没关系这样 在洗衣所园区 除了有烘焙教室 中西市厨房 这里还有教授遗迹职场的教室 在缝纫教室里 有许多妇女拉线 剪布 操作缝纫机 大家都专注在认真听老师讲课 就怕会少漏掉一个步骤 其中身为缝纫班的班长 陈素辉 认为地震过后 也让大家上了一堂宝贵的课程 我就觉得 这是让我们觉得是说蛮紧事 就是说 我们无法去等待别人给我们生活 我们也无法等到政府有看到我们 就算政府来勘察地形 都是没有任何项文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低收入户 我们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们每天睁开眼睛 我们都是要往外跑的 我们要有孩子 有孩子要上学 我们有日常的生活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的学习并没有终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学习 是对我们的未来 是有很多很多的利益的 会有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成就感的 在这个班级 大家都为了考取 并且女装技术士证照而努力 也帮助未来的自己 有证照可以成立工作室 这也符合习医所开设的目的 不仅是给鱼 给钓竿 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自己做钓竿 我觉得如果真的考上的话 会有蛮多蛮好的帮助 对啊 因为毕竟现在都要考照比较好 要有证照比较好 对啊 没有证照的话就感觉人家会 有点那个 现在都会有工作室嘛 那应该都是有考不照的吧 因为我们没 只要逢任的话 我们都不想要去学 对 对自己有帮助 对啊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 就像威廉说的 就是说自助共生自律 其实对之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说在家里 想要做个工作室 或是对 对自己也有很好帮助 对这边也有很好的帮助 只要他们有需要 我们就可以过来帮忙 对是这样 就两边都OK 它是一个善的循环 我们透过 不管任何一个施工的进行 它的理念都会是在 透过这种训练方式 我们资助的方式也好 让它有从培育成长 分享传承 这样一个善的循环 让它能够在这个当中 不单单只是享受到 领受到各界的帮助之后 它也透过这样的资源 让它自己站立起来 让它在其后成为我们的街菜中 它也陪着一个住人的网络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最重要是看见 他们可以透过工作 在他们脸上看到的笑容 对生活的那个希望的笑容 对希望 所以移公带正 真的是把他们的心情带了起来 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跟盼望带起来 对 当我们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 你什么方法去想 习与所该做什么 其实我们想要想到这件事情 答案 不等于我们真的那么容易得到 你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知识跟技能 但创业会不会成功 其实都不一定 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当他有一个典范在前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做起来会比较安心 典范哪里就在这里 只是因为时间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它内容会不一样 可是我除了内容不一样 我做的事情会是一样的 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住人的事情 那透过教育 能够让家庭 它能够有好的关系 透过教育 让需要的人 他有工作机会 然后很重要 透过教育 它能够 生活上能够是安全的 那生活安全这件事情 其实当扩大来讲 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一个家 假如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 能够共同生活 其实有很多事情的美好 就开始产生 就回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整个都是在找寻 这个住人的方式 洗衣所设立许多培育的课程 帮助需要者成长 也让这些人 可以成为种子教师 分享自己所学 这串联起来的过程 也传承了洗衣所的使命 成就 善的循环 这也回归到芥菜总会的初衷 让有需要的人学习技能 实现自力自助 活出 丰富的人生